12秒 常常比分还是0比0 12号胡建平 4号韩旭 这是北京国安队 今年在后防线上培养起来的一位新秀 表现的相当稳定 7号谢峰在右路 强行突破 速度很快 转移到门前 后点凌空一脚抽射 这是8号曹县东 这个球进的太漂亮了 进球之后 队员们也跑向看台 向热爱自己 关心自己的球迷们 表示感谢 全场一片沸腾 上半时第16分钟 8号曹县东 抡起他的金左脚 准确无误的把球抽进了对方的球门 这个球打了一个死脚 谢峰这脚传中可以说是相当聪明 他看到对方门前前点人员比较密集 把这球传到后点 应该说弗拉门哥队的后防线出现了比较大的空档 场上比分的1比0 这个球角度也很刁 没有上场 所以经过修正以后呢 球战的欲望很高 而且 弗拉门哥队失球之后是明显的加快了进攻节奏 11号 罗曼里奥在封线上虽然被北京官队13号旅军死钉 但是他不断的加强自己的跑动 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但是很明显由于其他队员 显然和罗曼里奥不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这使得罗曼里奥有点鼓掌难鸣 在整体上 他们无法创造出特别好的射门机会 投球攻门球稍微高了一点 这场比赛也是北京国安队今年最后一次 同国外的职业强队交手 他们已经踢了三场高水平的比赛 分别2比1胜了英格兰的阿森纳 在90分钟内0比0 评了世界禁旅AC米兰队 同韩国现在老虎队在90分钟内也是打成1比1评 但是很遗憾这两场比赛事后都是通过互射点球败给了对手 这是上半场比赛巴西 罗曼里奥主罚任意球 罗曼里奥直接打门 看来他踢香蕉球的脚法还不是很精湛 这并不是他的看家本领 在佛拉门哥队的第四次胜 著名的教练克鲁伊夫曾经说过 罗曼里奥是小禁区内的大师 也就是说他在禁区内拿球之后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10号阳晨和14号周宁这两员在国奥队效力的小将回队 使北京国安队的活力是大大的提高 由于北京队密集在本方40米之内防守 所以佛拉门哥队也采用一些斜线的直传和长传 刚才这一脚斜线传球 可以看出罗曼里奥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处理各个方向的来球 而且呢胸部停球的动作停得非常的合理 马上可以起脚做下一个射门动作 好在扶兵气门而出 风堵角度的时机把握的很好 在球向上弹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出去了 这样使罗曼里奥也是勉为其难 仓促出脚 10号杨晨和周宁在中场是积极的拼强 7号谢峰在右路成为对方的一个巨大威胁 这个铲球动作有点大 巴西队员也有点着急 不过这场比赛的主裁判陆俊 还是比较好的控制了场上的气氛 双方队员的情绪基本上得到控制 罗曼里奥转身突然起脚 又被扶兵挡了出去 这一次应该说扶兵是选位非常的正确 他如果蹲在球门线上的话 这个球就很难防守 因为罗曼里奥这个球的线路 很明显是奔着大门的右上角而去的 那么扶兵由于站在六马线上 这样封堵的角度更大一些 杨晨接到曹显东的任意球投球攻门 这个球是冲顶抢到了点 但是顶球的一瞬间 他的重心已经在球的前面了 这样呢 等于是在球的下方向上拱 把这球顶得太高 罗曼里奥也有意识的回到中场来拿球 强行突破 起脚射门 漂亮 这个球显示出他世界足球先生的风采 他回撤到中场拿球 和同伴做一个撞墙式配合之后呢 非常轻巧的缓过了北京队紧盯他的后卫 这个时候紧盯他的13号 吕军在回追已经来不及了 罗曼里奥又马上巧妙的一波 摊过了北京队上来补位的中后卫 这个时候错开了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 他以左脚打了一个低球 这个球可以说是贴着门柱进了大门 准确无误 确实无愧于世界足球先生的称号 上半时第43分钟 罗曼里奥将比分追成一比一平 中国球迷也终于亲眼看到了罗曼里奥的风采 看到了他在中国球场上射进的精彩一球 因为这个队他们看到有机会以后突然一启动 马上就能够 这边拿球的7号马金霍 这是弗兰门哥队在国内甲基联赛里经常上场的一位主力队员 好球 但是右路包抄的队员这一脚可以说不太负责任 罗曼里奥已经在门前准备包抄强点了 但是这位队员自己直接起脚射门 北京国安队的年轻队员也非常高兴能够在这种大赛里得到锻炼的机会 上半时双方是一比一战时打平 中场休息的时候 北京国安队及时做了战术调整 通过上半时的交手 他们感觉对方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可怕 主教练金志阳和教练郭瑞龙及时的做出了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使队员们树立了信心 并且在战术上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在下半时比赛里 北京队可以说是大胆的放手进攻 和对方展开了拉锯战 10号阳尘在封线上仍然是左冲右突 锐不可挡 这是一脚妙传 反约位成功 但是高峰胸部停球的一瞬间 对方的左后卫6号卡洛斯已经上来补位 在球离开高峰的身体的那一刹那 他利用合理冲撞上前把这个球卡位抢走了 从这一瞬间可以看出 巴西的球员对球的落点和球路的判断是相当准确 身高不到1米70的罗马里奥在近距离还经常能够争到高点的头球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球星的身体素质相当出色 8号曹献东在中场断球 横拨一下右脚射门 这个球他是想吊对方什么样一个后脚 但是对方的门将也是早有防范 也是及时的气门而出 站在六马线上 这样呢 封堵的面积更大一些 不过曹献东这一连串动作应该说也是相当漂亮 而且最后打门的时候也是很有心机 体现出了这位球员的智慧 下半时大胆的放手进攻之后 本京官队一度占据了场上的主动 脚后跟妙传这是10号阳晨 曹献东拿球之后呢 有点犹豫 似乎想自己直接起脚掉门 掉这个后脚 但是呢 又好像看到了右路包抄的11号高峰 他自己也感到很懊悔 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他向远端的同伴高峰 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北京官队在场上这种团结相互理解 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态势 这是北京官队今年在国内的比赛里 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基本保证 10号阳晨的脚后跟妙传 也显示出这位年轻球员的进步 下半时比赛到了第20分钟的时候 北京官队果断的以老将18号高红波 替下了10号阳晨 争取利用高红波门前强点意识好 射门时头脑冷静的特长 打开局面 这是主角练金志阳 在判断了全场的形势之下 做出的一个正确选择 因为国安队在进攻上 基本上已经打开了局面 唯一的需要就是在门前 有一位得分手 7号谢峰还是在右路相当活跃 好球 国安队的后卫4号韩旭 在今年的比赛里 可以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仅防守凶狠 而且也相当的稳健 挑传给罗曼里奥 但是被6号江宾 抢到了头球 8号曹晨东在北京队的中场 组织调动 发挥他的传球意识好的特点 对方犯规了 18号高峰波回抢的时候 被对方踢倒了 对一球 外脚被一波 高峰打门 漂亮这个球 对方门将是判断很准确 这个配合相当的成功 曹晨东 邓乐军外脚被一蹭 高峰顺势插上 这三个队员之间是相当的默契 下半时比赛打到30分钟之后 比分仍然是一比一 这个时候罗曼里奥有点着急 他不时的回撤到中圈一带来拿球 因为自己的同伴无法把这个球通过短传渗透打到禁区里 看来他确实有点势单力固 前场的任意球 使北京国安队非常紧张 直接打门 球高了 这是下半场比赛 波拉门哥队的第二次射门 15号邓乐军 塞到进军里面 被对方破坏了 交球 刚才在外围迎球一角射门的又是15号邓乐军 北京官队虽然在两天前刚刚进行一场假A联赛 4比0大胜青岛海牛队 但是这场比赛里他们仍然显示出了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斗志 刚才是7号马金霍故意拉人了 他拉住了北京国安队的12号胡建平 这样国安队获得一个前场左侧的任意球 曹建东 直接调入禁区 投球攻门 球进了 这是18号高红波 下半时第31分钟 高红波不负众望 攻入了本队的第二个球 这个球应该说曹建东罚出的任意球 弧度和落点以及速度都是非常的完美 而高红波以他对落点的准确判断和投球攻门时的冷静 大家看到这个球 投球的时候他是侧背向对着球门 难度相当大 但是他仍然准确无误的把这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 难怪北京的球迷对他是情有独钟 在本赛季的全国足球甲义联赛里 他已经攻进了四个球 扶冰第一下脱手之后呢 再铺第二下 这个时候弗拉门哥队的一个队员是准备捕射 看起来这个动作呢 并没有踢到扶冰 但是双方队员有一些着急 主裁判陆俊还是比较好的平和了双方的情绪 比赛继续进行 公安队的教练员金志炎和郭瑞龙也是非常着急 生怕自己的队员控制不住情绪